哈囉 大家好 我是Tim 今天呢 因為剛好過年 然後我就回了老家 然後來這邊 就算是大嫂廚站 然後就把以前包裝的東西 就有些就拆開來 看有哪些要丟啊 拿下來留這樣 然後呢 就在我找尋過程中 就發現 欸 我還其實有蠻多不少寶物寶藏的耶 所以我想說來拍一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挖到有哪些包 然後專輯啊什麼的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些甚至是絕亂品 所以我想說來開箱一集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就讓我們開箱去囉 首先呢 這個是那個 薩子與白痴 薩白的 那時候他們五個人 他們的手裝專輯 對 然後他們是因為 就是中國的節目紅的嘛 明日之子的時候那時候紅的 然後我想說 嗯嗯 然後就剛好看到這一張 因為那時候剛好就訪問他們 對 然後這個是那時候我去潛水 對 潛水拿到的證照 就是歐挖的證照 還有什麼 台北時裝週 就是這應該是 2021年 那時候我去拍就是跟Ulux拍攝的時候 然後他們送的 對 南希肯恩的專輯 就是 一個不屬於自己的地方 然後還有他們的 然後還有他們的 親筆 千零 唐貓 唐貓 哇他們 很久沒看到他們了 他們這張專輯真的超好看 然後那時候我跟他們 放攤 對 已經算有一段時間了 對 這張是我個人覺得很喜歡的一張 只有收藏在上面 這個 沐眼鏡的告別之作 對 可愛 因為那時候也是挺音樂嘛 然後就他們 那時候我訪問他們 然後他們剛好就是面臨秀團 所以就算是他們最後一個通告子 所以就 他們就送了這一張 給我 對 然後這個也是很好聽 絕斑品來了 這個是 當初正宜農 他們 他們預購 水逆的預購版 這樣 對 然後這樣 這個真的超漂亮 超漂亮 所以我一直要保存 然後保存 小男孩 如是說 小男孩樂團 小男孩樂團 然後 奧與山 那個一切好事都會發生 也是那時候 跟他們訪騰他們送的 公關 公關品 這個 哇 這個很特別 這個是那個 麥奇麥奇 就是 那時候去 我忘記為什麼會有這個 好像也是送的 對 然後就他們的簽名小卡 各個團員的簽名小卡 這應該也是限量版的 這個是章魚 對 他那時候 就是親自包裝的那個EP 對 那時候他這張是限定 就是他 在女巫店表演的時候 然後送的 一張 對 很有紀念價值 的一張EP 對 安妮朵拉 那時候 跟他們訪問的時候 對 對 的 一張 靈魂沙發 哇這張也很久了 哇 那時候look還在 這張也是我個人 很喜歡的一張 對 還有一張 喔這張真的是 哇 就有紀念意義啊 因為就是我 聽音樂那時候 好像第二集吧 就要了那個 房東的毛 然後他們那時候 來台灣 演出 然後那時候就敲了他們 然後就真的同意了 然後那時候就放了這一張 然後所以這張 就對我來說意義特別大 對 我很喜歡 很喜歡這張 還有一張應該是 這張應該也買不到 就是 茄子蛋的首張 應該是首張 對 就很早期很早期 然後這張應該也買不到 對 這應該也是絕斑品 茄子蛋的首張EP 接下來 就是 特修司 這張 這張 很久了 因為那時候 跟他們訪問的時候 也有一段時間 這樣 然後他們就特別是用了這一張 對 然後 然後 許寒光 那時候他出的 對 那時候也是跟他訪問 然後 就 這張我覺得也不錯 就是從夜晚開始 然後從夜晚結束 好 接下來第二箱 這個是 這兩個是 那時候 老蕭 然後 就是 那時候去參加那個 禁曲獎座的時候 然後 上台了兩次 就被他Q到兩次 然後 那時候他就送了 那個 這算 應該是他的那個 蠟燭 就演唱會限定的蠟燭 這樣 然後親在前面 對 這兩個 然後 這個應該是 那時候我去 應該是大學的時候吧 然後去那個大暖機 當 工作人員 對 他的一件 然後 那時候我還 就是 那時候寒流吧 那幾天剛好寒流 然後 我還 就是不想在那個 原山的那個 流行館前面 摔進 那個 湧池裡面 是一個 一生都不會忘記的 一個 事情 對 然後 那時候 我那時候當的好像是 五間助理 然後我那時候 跌到水裡的時候 全身死 然後 技術資料也死 我覺得 不會忘記那一次 這個是那個 世大運 就是那時候去 世大運 當那個媒體公關主的時候 然後他送的 我記得是那個 算是有點 志工列型 對 因為我本身 就是 原本你在 國中的時候 就有參加那個 世中運 對 就是那時候 然後 剛好後來 世大運就輸了嘛 所以就 那時候我是跑田徑 比賽 然後後來 就是 大學之後 就沒有再跑 所以後來就去 就是 希大運包嘛 試試看看 對 這個就是 超多 就是我訪談過的人的 他們 簽名的 簽名 簽名版 可以看到 哇 這很久耶 Yellow 然後 那個 鮑魚山 然後 然後 你還有一機器人 這個是那個 馬來西亞 他們 一個新媒體 然後來台灣 的時候 然後他們有訪談我 然後我也有訪談他們 他們那時候簽的 美秀集團 還不止喔 我剛才搜到兩大箱 給大家看一下 小人 然後 房東的貓 顯然 那時候的顯然 貝克小姐 很可愛 很可愛 他們還親手後 Yellow 紅軒 那時候他們的樂場 對 那時候好像還是 就是他們 剛入圍 就是剛得獎金曲獎 之後 就開始訪問了 其實我那時候 翹的時候 就是 他們還沒公布 入圍金曲獎之前 然後我就先敲了 然後結果 後來就是 他們就真的得獎了 這次算是一個蠻難忘的 好贏 荷爾蒙少年 綠袖眼 唐貓 其實還有很多啦 怕胖團 孔雀眼 Jedais孔雀眼 南希肯恩 跟 愛優的那個 十周年的 DVD 那其實我 那時候十周年 愛會來台灣 就我有去當工作人 這樣 所以算是一個蠻難忘的回憶 希望有機會 就是 可以訪到愛儀 就是我 夢想情來之一 希望有一天 可以 新年 新年 這張專輯 這張算是他們 那時候 還沒入圍金曲獎的時候 之前就訪問了 然後 他們 後來就得金曲獎了 對 所以這算是一個 也是一個 很難得的回憶 對 然後這是那個 JJ連進捷 他就是 這張應該全球大概限量100張吧 就是他那 他只有送 他沒有賣 對 那時候 那時候好像單曲EP這樣 對 來看一下第三項 第三項呢 其實也是蠻多的 好 首先 是那個 Man I Trust 他準備要來台灣了 然後 這張是我 蠻喜歡的一張 就想說 之後 看有沒有機會 對 我很喜歡的一張專輯 好 推薦給大家 接下來這張也是 絕班品嗎 這張是那個 告無人 就是他那個 迷霧之子 哇這張應該也是他最早期的 對 這張也是絕班品的 買不到了 周杰倫的十二星座 說起來 周杰倫其實 我算是 就是有見過他本人 對 然後他那時候其實算是工作的關係 然後他來我們辦公室 就是跟董事長開會這樣 然後所以就有看過他本人這樣 這張是那個 宋岳亭 Life is a struggle 這張 對 這張也是很值得紀念 接下來這張呢 也是絕班品 這是那個 JED他那時候 剛剛開始的 第一張吧 EP這樣 然後這張好像是用 宋的 對 然後這個是 不密集恐懼症的這一張 對 然後 JEDAX孔穴眼 的 同名專輯 對 這張我也是蠻喜歡的 現在應該也買不到 對 好 以上就是專輯的部分 哇 其實這樣整理出來的三大隊也蠻多的 其實還有很多啦 然後是 因為回老家嘛 所以 這就只是一部分 然後還有其他的是在 那個台北這樣 對 我記得還有什麼熊仔啊 夢想成真啊 然後 奈希肯恩的 也有一些是限定版的 然後絕班品這樣 好 最後呢 想說給大家一個小小優惠 跟回饋這樣 因為有些就是他們 那時候房的時候有多錢 然後 那時候有些有送出去了 然後有些 就是要留著 然後也有多 然後我想說 這一集呢 就是如果你有訂閱我的YouTube 然後分享到 IG Facebook 然後並且在Instagram追蹤我 然後你要私訊我 就是 就是證明這樣 對 然後就可以有抽筋資格 然後就會 把一些就是他們有多錢的部分 就是 回饋給大家 可以當一個紀念這樣 像這個就是 年修集團 好 那以上就是這次分享啦 那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講喔 掰掰 後面 看完 我們會歡迎 我們會 Make